亚运会 中国男足战胜缅甸提前出现的原因 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男足用头就可以欺负缅甸身高不足 用脚打门惨不忍睹 国足打东南亚这些球队 弹龙必须用 国产唯一还能用的大中锋 真希望国足什么时候能放一些 18至20岁有天赋的孩子比赛 看球场上的状态就是会踢球的 比国家队强百倍 从赛场实况来看 中国男足没戏 传接球磨磨叽叽 在这种对手的压迫传球还经常丢 如果面对日韩球队 传接球成功率可想而知 传控成功率估计低得可怜 中国队自身这毛病几十年来就没变过 欲弱不强 只要碰上水平比自己差的 一领先态度就不端正不职业了 下半场与其说缅甸加强了防守 不如说是中国队又开始耍剑 放弃上半场高空轰炸的优势 回到中路打渗透 本就是拿自己的弱点去对人家的长处 他还能像上半场那样踢好吗 四个进球中三个投球 说明我们球队的脚上技术不过硬 我们的球员更喜欢立身体优势进球 一旦没了身体优势 又只能呵呵了 技术上的进步一点也没有看出来 这批小将是中国足球的新生力量 希望他们能给国足带来不一样的东西 八年前缅甸的水平和现在的缅甸U23差不了多少 八年前的国足可比现在这批强多了 印度缅甸这些在世界上足球都可以忽略不计的 跟艳鱼没什么区别 足球技战术这些年发展很快 这种踢法也就虐虐艳鱼队 遇到亚洲二流球队就不灵了 下半场踢得真烂 毫无精神面貌 所以强队全场都会认真全力以赴 这场的进球值得赞一赞 首先三个投球的方式就不同 细节抓得很好 令到角度很不错 然后是胸部停球 凌空抽射破门 先别管对手水平如何 这放在前十年所有正赛 基本上没有中国前锋做过这种动作 连尝试都看不到 他敢这样压着位置做这个动作 就应该值得鼓励 或许在其他国家这是最基本的 但在中国队 这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期望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